高ever 选择花枪 好了, 参考花枪 花枪的賣法是說過頭的 頭數越多、已價值越少 頭數比較少是表示花枪重 花枪重是表示魚的老身和花膠厚 所以為何會這麼重 第二, 看色澤 一定要用深紅色, 深紅色跟白色黃色的 為何不同呢?深紅色是用鹹水的 所以月桂的膠色澤就像這些 代表水分去了, 變成膠質又變成纖維 就開始濕了, 吃起來有口感, 因為會爽口 第三, 拿兩隻膠, 坑坑它 為何要坑坑它呢? 表示水分夠不夠乾 如果夠乾, 就輕身, 即是值錢 為何要講錢呢? 因為花膠是很貴的, 水分也是錢 一般店舖的花膠, 它不會掛在這裡 即是裡面的雪房, 它會吸收濕氣 越貴, 越擺濕氣, 因為它怕髮毛, 就不會掛出來 就變成格格聲, 框框聲, 如是夠乾 夠乾一來, 爽口一點, 會好一點, 熱來 我們有著數一點, 就不會被水分騙了 第四, 我們要看一下檯有沒有酒膠 酒膠, 什麼叫酒膠呢? 酒膠等於我們在沙灘, 就見到那些魚絲 煩了, 叫酒膠 酒膠有得不好說什麼呢? 就吃下去, 煤爛爛的 跟著, 我們要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血 這些血洗得不好, 不乾淨, 就滲了進去 這些一條白色的, 因為它放得太久 那條紋路, 那些坑紋就會裂開 行不行呢? 行 浸了之後, 它就會縮緊了 有些是一大塊的, 魚黑黑的, 千萬不要嫁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因為千年潮濕, 它擺得不好, 弄得不好 它是整隻刮的膠袋, 開始濕了 濕了之後, 白毛, 白毛完之後 它就抹一抹它, 告訴你 不蝦的, 不蝦的, 根本就開始臭了 有時候是煤的了 第五, 你見過的海味譜 然後, 一個一個桶, 一個桶, 一個桶膠 捉上來, 開了它, 整個圓 有分底面的, 為什麼是底面呢? 它剖的魚出來, 近骨那裡就會薄 很薄, 因為它會切成骨 如果近肚那裡, 它會很厚 我懷疑它怕摩擦 它那部份, 它的撲會厚一點 那一般人, 把口那邊切開兩邊 一剖開了它, 曬了就變厚了 咦? 多厚啊, 老友, 你看, 多厚啊 不過, 根本就不是中膠那裡薄, 而是觀感問題 最好, 在光度來說, 口那裡, 透光度, 是否薄一點? 薄那裡, 是否透光補一點? 第六 這個屋, 多數都是花膠來的 南中海這邊 這個在哪裡呢? 是南非那邊的, 碳水黃乳膠來的 中間是起孔的 現在時候, 值錢 因為近時, 我們那裡叫蛇羹的設施 所以, 我們一般買蛇膠就是這些 為什麼我有這隻花膠呢? 這隻正式是黃花膠 最少是四十三十多年了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些呢? 因為那時候, 我在香港製造的時候 有位漁民朋友送了兩斤給我 就以為吃光了, 原來在底下 搬那時的漁民朋友, 只因為自己吃 他一捉了一條魚之後 他就劏了一條魚, 挖出來 就掛在艇上, 吹到它回來 所以變成這樣 現在這些有沒有賣呢? 我想都沒有了 因為本身現在街市買的黃花魚都是養的 在青島那邊養的 這些都是膠的一種, 都是花膠 這些是不漂亮的花膠 那是用來做什麼呢? 那些人用來炸了它, 或者沙爆 炸又怎樣炸呢? 開了油鍋, 它是乾的 就放入油鍋裡爆 爆了, 就變成這樣 第二呢, 就好像炸豬皮一樣 一般是沙爆的 炒紅這些鍋好像尖放進沙裡 爆了, 就變成這樣 一般我們買, 買沙爆那些 買油鍋, 油炸那些 一來, 就怕放入油鍋 二來, 就有很多油鍋 所以我們買沙爆那些就好些 好了, 這隻呢, 都是膠來的 這隻呢, 就是門鮮膠 一般這些呢, 都是好像現在這樣做的 好長好大陸的 一般, 潮州人是煮來吃, 燜來吃的 是門鮮的魚坡 我們買花膠, 告訴你有沒有鹹水的 因為鹹水的花膠, 爽口些 還有, 買舊水的膠 舊水的膠, 比較黏黏的 有一個很黃正的真水膠 如果你對舅舅廚房有興趣的 歡迎你們訂閱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煮的, 想做的 歡迎你們留言 我會提供意見, 和大家研究一下 多謝